大家好,我叫阿琪,一个平凡不过的钱上班族。 就在前阵子,我被那个老师敲门锁魂的家伙发现我跑去救了泽民他们一命号,恼羞成怒的那混蛋竟然让我成了游魂,不让我去投胎。 你说我那么见义勇为怎么还要被这样对待呢,是吧? 可怜啊。 我呀,平日里除了夜晚,其他时间就只能待在家中,偶尔下一下房屋仲介带来看房的客户。 喂,不要说我不道德啊,我都成游魂了,还不给我个住处啊。 当然,我也会趁天亮前到公司的茶水间待着,生前老是觉得那里阴凉阴凉的,现在倒好,成了我可以听八卦的好去处。 就之前老是调侃我的那几个傻逼,他们现在说的故事都闷得要命,没人想听。 我就说,这偌大的办公室就没谁比我阿琪厉害说故事了,我可不是自卖自夸哦。 不过,这群同事在休息时间说故事的传统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去而终止,有几个小故事我听着感觉还蛮不错的呢。 嘿嘿,你们想不想听啊? 来来来,让我来说给你们听。 在一所学校里,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 校园里有着一栋已经很旧,很旧了的女生宿舍,可校方老是以资金有限为由,都不去整修。 整栋宿舍大楼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间都空关着的没人住。 小曼还有小敏两人是刚搬进宿舍的新生。 第一次离开舒适的家,搬到学校宿舍的小敏很不习惯,很害怕。 还好身边有个同事新生的室友小曼比较胆大,一直在安慰她。 可就在这第一天晚上,深夜里,从走廊那隐隐约约的传来一阵阵凄惨的哭泣声。 当然,小曼和小敏都听见了,这哭泣声并不止在第一晚出现,而是连续几晚都能听见。 令人毛骨悚然的,简直难以入睡。 由于小敏实在太害怕了,趁着中午放学时间,小曼带着小敏跑去找学姐们说起他们听见哭声的事。 刚开始的时候,学姐们都否认自己在深夜听到过类似的哭声, 但看着小曼和小敏不安的表情,还有在两人不停地追问下,终于有个学姐告诉他们, 其实,在宿舍大楼的某一间寝室,曾经有过一个女学生在里头上吊自杀了。 由于小曼的原生家庭原本就不信鬼神一说,此时的她完全就不相信学姐说的故事。 她觉得那深夜的哭声肯定是哪个学姐在装神弄鬼,想要吓唬他们心声。 今晚我就要去拆穿那装神弄鬼的人。 那胆小的小敏还没反应过来,小曼说完就转身离去, 只留下胆小的小敏静静地在那听学姐将故事说完。 这天晚上,小曼和小敏两都没睡,一个在害怕,而另一个则是在期待。 他们就这样一直等一直等,直到半夜十二点刚一过。 果不其然,狼道上再次传来一阵阵凄凌的哭声,令人寒毛直立。 小曼坐了起来,并走到小敏床边拉着她的手说, 走,我们去找找吧。 拉着无辜的小敏,就这样寻着声音找去。 小敏此时的面色早已藏白,默默地任由小曼牵着走。 深夜里的宿舍走廊弥漫着诡异的气氛, 在那几盏忽明忽暗的走廊灯照射下, 他们的身影被长长地拖在了地面上。 走着走着,他们寻着哭声缓缓地走到了四楼。 这层楼面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关着的,没人住, 而声音在这里变得很是清晰且更凄惨,更恐怖。 原本胆大的小曼也感觉到些许害怕, 但那也只是些许, 好奇心此时让她无法停下脚步。 小曼紧紧地握着小敏那跃进冰凉的手, 仍然一间间地往房门探去。 当他们走到走廊末端的一间寝室门前时, 小曼很肯定这里就是传出哭声的地方。 不过门板上和地上积累的灰尘, 明显说明这间寝室已经空置了很久, 门边角落都满是蜘蛛网。 正当小曼还在诧异的时候, 哭声突然停止了, 整个空间瞬间变得一片寂静。 小曼定了定神, 看了一眼颤抖不已的小敏, 深吸一口气就用力地转动门板并吹门, 但这门被锁得死死的, 任他怎么推就是推不开。 小敏已经吓得不轻, 用颤抖的声音说, 小曼, 我们回去吧好吗? 我真的好害怕啊。 固执的小曼哪里停得进去, 没有找出是谁在那装身弄鬼, 他可不甘愿。 就在此时, 小曼他突然注意到了一个东西, 他发现这扇门用的是老式的门锁, 有一个小钥匙孔的那种。 于是, 小曼他就把眼睛对着钥匙孔往里看, 发现里边除了暗红暗红的, 其他什么也看不清。 哎, 起了怪了, 小曼揉了揉眼睛再次朝空里看去, 依旧是暗红暗红的, 什么都没有。 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, 嘴里叨叨地说着, 搞什么鬼啊, 怎么看都只看见暗红暗红的, 啥都没有。 就在小曼说出这句话的同时, 小敏不知怎么地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, 脸色发青, 嘴唇颤抖地说, 薛, 薛姐们说, 那上吊自杀的女生吊死的时候, 她她的眼睛被血染成了, 红色。 这故事你们觉得还可以吗? 年轻人总是爱铁齿。 哎呦我去, 你啥时候站在了我后边啊? 吓谁呢这是? 观众们别怕呀, 这位小姐只是听我们在说起她的故事, 好奇就跑了过来我这, 没事的没事的, 她不会害你们。 你你你, 快去那呆着, 要听故事就给我老实点, 知道不? 观众要是跑了, 我找你算账。 好了, 接下来我再说另一个故事给你们听。 故事发生在一所蛮出名的医学院里, 在这儿啊, 可是出了不少知名的医生呢。 这所学校啊, 为了教育出具有强大心理素质的学生, 制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, 那就是在每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时, 必须选出一个学生独自待在太平间一个晚上。 这种测试虽然非常不人道, 可是校方就是坚持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来测试学生的心理素质, 胆量。 据说还挺有效。 就这样轮着轮着, 轮到了向来都自称胆子大的阿娟。 这阿娟啊, 平日里超级爱说鬼故事和探险, 更喜欢作弄其他同学, 以吓人为乐。 一直都说怎么都没轮到他去太平间啊, 是不是觉得他去了也没什么作用之类的大话。 好了, 这次还真的抽签抽中了。 在得知自己中奖后, 阿娟她可是一改平日的从容, 哎呦喂, 她的脸都绿了。 啊? 你问我为什么平日大胆的她怎么还会怕? 那可是太平间呢, 停放尸体的地方, 那个阴森啊。 哪怕我现在是鬼魂都不想待在哪儿。 这恐怖程度哪是随便几个偏造的鬼故事可以比的呀, 更何况, 学校还有个规定, 那就是在里边不准点灯。 怎样, 怕了吧? 当前晚上, 阿娟就被一众同学和老师笑嘻嘻地带到了太平间去,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, 砰的一声, 门就被关上了。 太平间里, 那是一片漆黑啊, 伸手不见五指。 阿娟只能凭着印象, 靠着墙壁慢慢地移到一个角落并坐在了地上。 一想到整个黑暗空间里, 除了他一个火人外, 都是尸体, 哎呦喂啊, 头皮顿时一阵发麻, 浑身上下的脊皮疙瘩。 而, 阿娟静静地坐在那儿, 一动不动地, 心里一直拼命地想一些有趣的事情, 企图掩盖自己当下的恐惧。 这太平间里头, 其实也并非是完全是封闭的, 有一处小的窗户, 不过只有非常微末的月光能照射进来。 也不知过了多久, 借着微弱的月光, 阿娟发现太平间里的墙壁上, 居然有一面镜子。 哎, 怎么会有镜子呢? 虽然阿娟感到疑惑, 但是想到有个自己作伴也不错, 撞起了胆对着镜子开口就唱起歌来, 一直唱啊唱的, 直到睡意见浓, 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。 第二天早上, 同学们兴奋地打开了太平间的门, 并将睡在角落的阿娟给叫醒, 大家都期待着想知道阿娟都经历了什么。 这时的阿娟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, 其实太平间没什么了不起的嘛, 根本就不可怕。 大家看着她此时的表情, 知道阿娟的自信并不是装出来的, 不由都真心地佩服起了阿娟来。 这时, 有一个同学问阿娟的声音怎么变得压压的, 是太平间太冷了, 感冒着凉了吗? 阿娟立马回答说自己身体好得很, 嗓子有点哑, 是因为自己昨晚对着镜子唱了好一阵的歌, 没事的没事的。 就在她说了那句话过后, 同学们兜着眼色大便地静了下来。 有个男生终于开口问到阿娟说, 你说的镜子在哪儿啊? 阿娟转头指向一个方向说就在哪儿。 其实这太平间里根本就没有镜子。 怎么样朋友们, 这两个故事还不错吧? 虽然是在茶水间偷听回来的, 但好听的故事就是应该要和大家分享的, 对吧? 很多时候鬼魂也没想过要害人, 他们也和活人一样会产生好奇, 也会调皮得整古人。 当然也有喜欢偷听故事和讲故事的, 比如我, 哈哈哈哈哈哈, 如果你在说鬼故事的时候, 突然的就感觉死冷死冷的, 嘿嘿, 那表示, 有你看不见的东西也在听着你说。 喂喂喂, 小姐, 我故事都说完了, 你可以走了。 哎呦, 我去, 无视我。 我, 可以卡住了吗? 感谢观看